哈喽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款业自新的模式和冰包 是我们今年一月份新推出来的产品 它的外形的话是新鞋的 更方便就是更容易装在车的两侧 而且完全不影响这种人 不会撑到人开 你们看这个包也是新鞋的 这个人配合人是坐在后座的新鞋度 就完全是不影响后座做人的 这款编包的固定方式是很有特点的 它是扣纤 扣两条绑带深深的拉力 把这个包配合在摩托车的两边上 然后再配合这上面的两条沉重的连接带 把整个包牢牢的装在车上 这款包有很多细节的 我现在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正面 正面这整整一板是双面材料的双层材料的 如果这里就是磨破的话 才完全不影响它防止性能 这里有四个条结构 它连接了四个支带 支带的长短是可以充电的 而且它这四条支带的话 它的作用第一个 是可以 如果你东西装少的话 它是可以把包生弄得更薄 更纯粗 第二点的话 它是可以外挂东西的 这里可以解开 第三点的话 它可以用来做固定带的 就说比如你的车有边下的话 它可以这四条支带 它可以用来固定的 这一条支带是我们是单独加成的 而如果你的包装很重的东西的话 它可以成重的 和这边的包连接在一起 就交叉连接 而且它这个支带可以放在坐垫下面的 这包的前端是一个弧形设计的 就在起形中 它可以减少风阻 现在我把这个包拆下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包的背面 这个表面的话是可以耐160度的高红的 它这里有狂野之星的logo设计 还有这个手类式的话是家常承认的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安装 把这个两条连接带给调整好后 第二步的话就装承 我们配有两条单独的绑带 就是它是装在这后面的 在车的后面找一个固定位置 如果有支架的话 就可以固定在支架后面 如果没有支架的话就可以固定在这里 它从这里可以穿过去的 现在来就是固定前面的绑带 这里有垃圾 垃圾 这里有日之后 就是多有多余的绑带的话可以穿过这里 这一边已经装好了 另外一边的话可以按同样的操作来 包已经装好了 这上面的话还可以 就增加一个绑水的绑带 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出发了